他整個大傻眼 他是那一大包 你自己一個人一個晚上就吃完了 超級脆 你看他總會有超多種口味 總會有五種 這是在今天的推薦影片裡面 唯一一個健康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歐笑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10樣美國必買零食 那今天要推薦的這些商品呢 我都會找時間在我的 如果你也想要試試看 美國必吃零食的話 可以去加入我的群組喔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Nurse的糖果 那他呢總共有兩個口味 這個是Rainbow的 紅色的 然後這個是Very Berry藍色的 你們看我都已經快要吃完了 剩下最後幾顆 他這個湯匙呢是我自己加的 不太喜歡把手神經包抖成那種感覺 然後他是長這樣子 超特別 你看 他這裡面中間是軟糖 然後外面是脆糖 所以吃起來就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跟不同的口感 我剛剛測試這個Rainbow的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這個Berry Berry 他這個呢其實是 朋友推坑給我的 Berry Berry的顏色是這樣 藍色的 我之前去禱告不久的時候 我就帶這個 然後去吃了一整天 然後我朋友吃到也就是說 哇這什麼糖果 因為台灣好像沒有吃到類似的 這種口感的糖果 然後我就真的超推薦 如果大家有來美國的話必買 那再來呢第二個就是這個 是美國很經典的酸酸糖 這個呢也是有假鏈帶設計的 但是我平常吃的是小的 這個我買錯的 它大概長這樣 然後呢它上面就會有很多酸粉跟糖粉 然後它吃起來 它這個口感也超特別 因為我第一次吃的時候我是 expect它是應該是那種 硬的那種糖果 但是它這個是軟糖 然後它外表是硬的 然後我就覺得哇好特別 那另外一種酸酸糖 就是那個Skittles的 綠色的那個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美國超市好像都已經沒有賣了 我都已經找不到了 那它跟這個不一樣的地方是 Skittles的那個糖果是 它的外表是有一個脆脆的表皮 然後外面會有酸酸的粉 但是它的那個酸粉會比這個更多 然後也會比這個更酸 如果你要吃超爆酸的那種的話 你就去吃你就去買Skittles的 它如果你想要只要酸 可是又不要有那麼那麼酸的話 那你就可以買這個Skittles的 那它呢你看它總會有超多種口味 總會有五種 然後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的是這四種 然後橘子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是糖果的部分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吃橘子口味的糖 再下一個是這個Hershey's的巧克力 這我真的留學的時候超級常吃 你看它是長這樣子 它是有白巧克力 然後裡面呢是有Oreo的餅乾 超級脆 我真的是哇 這真的直接把我留學的回憶拉回來了 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好吃 它這個Oreo餅乾真的是沒有再給你手軟的 它加超爆酸 你吃每一口 你就算咬著什麼小口 你還是一樣 我guarantee你 你會吃到Oreo的巧克力 真的是超級好吃的 然後這個一般超市都可以找得到 因為這個我比較沒有看到 加拿大的大家說賣的那種大包裝的 所以如果大家也喜歡吃Oreo的話 可以去買一下 好那以上呢就是糖果的部分 接下來呢要跟大家推薦餅乾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Begger的Granola 這是在今天的推薦影片裡面 唯一一個健康的 這是我平常就是肚子餓的時候 會想要來吃的 那這個呢它是用燕麥做的 然後呢它會再加上一些莓果 因為這是Mixberry的口味 那還有另外一個口味我也很愛吃 是那個巧克力的口味 但是已經被我吃完了 所以今天就拿這個給你們看 那你看它是長這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燕麥 所以它一顆就這樣超小顆 而且它這也是小包裝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要去健身啊 或者是做瑜伽 或者是上課什麼的 你這個小包裝都很適合放在包包裡 然後肚子餓的時候就吃一顆 我覺得很有飽足感 那基本上呢我如果是空腹的話 如果我中午沒有吃 我就會吃這個吃兩包 然後基本上就可以一路飽到晚上 而且這個蠻健康的 它一包 它一包這樣子才一百大卡 這也是之前我在遊學的時候 他有一個朋友推薦給我 好接下來呢下一個推薦的餅乾 就是這個多利多汁的Coreage口味 這真的我超爆愛吃 可是台灣好像沒有這個口味 台灣有這個藍色的包裝 可是好像是一個什麼蝦子的口味 我之前沒有看得太清楚 然後我就看它顏色就買 結果回家超爆滿吃 我唯一推薦多利多汁的這個Coreage口味 真的超級好吃 它上面就會有一些紅色綠色的粉 然後呢 它吃起來就是 有一點鹹甜鹹甜 又有一點微辣的口味 就蠻適合亞洲的 這個真的超好吃 喔 而且它還有酸 我忘記說了 它除了鹹甜辣之外 它還有酸 就是各種口味都聚集在這個餅乾上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口味很豐富的餅乾的話 可以去買這個 好 再來呢 下一個是這個 Laze的BBQ口味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BBQ sauce 但是BBQ口味的Laze 我是喜歡吃的 你看它上面都是有很均勻的BBQ的醬 它這個洋芋片的口感 跟剛剛的多利多汁就是比起來 這個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扎實的 就是它中間感覺有一點 滑滑滑滑滑的口感 那 多利多汁呢 它就是一整個很硬的這個口感 因為我自己個人不吃辣 所以呢 我覺得這是 對我來說是有一點點微辣 之前我還在讀書的時候 我可以 邊吃去 邊算數學 然後就吃完一整包 但我那時候就整個超爆胖 可是我覺得 這真的是很好吃 如果大家沒有試過的話 也可以去吃吃看 好 再來呢 下一個餅乾也是Laze的 但是呢 這是我發現的新口味 我最近才發現它 然後它這個超爆好吃 我突然有一天在看電視 然後它就 然後這一包就放在桌子上 所以我就打開來吃 然後吃了吃了 我一整包我就吃完了 這有219克 然後你看它那麼大一包 比我的臉還要長 然後太陽在睡覺 然後它起床之後 它就說 欸 餅乾咧 我說我吃完了 它整個大傻眼 它說那一大包 然後你自己一個人 一個晚上就吃完了 哈哈哈哈 超級香 這是sweet and spicy honey的口味 然後這一開始吃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辣感 就是超爆辣 然後就跑到你的嘴巴裡 然後之後呢 你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之後 就會覺得 它好像沒有那麼的辣了 然後反而呢 會有一點點 這sweet and spicy honey口味的chips 跟這個BBQ的餅 吃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油 如果你很喜歡吃辣的話 我覺得這個口味 你應該會喜歡 好 再來下一個餅乾呢 就是這個 Trader Joe's the cookie and cream 我覺得它這個餅乾 比較特別的是 它裡面用的是pressel 就是那個餅乾 原本就帶有一點鹹味 然後還有它自己一個 特別的口感跟香氣 然後呢 再加上這個白巧克力 還有像Oreo的餅乾 我覺得就超級好吃 它整體來說 吃起來就是會比 Oreo的這個口味 還要再更豐富 因為它 外面的這個巧克力 是有一點 它雖然是凝固的 但是還是有一點軟軟的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它這個裡面 是 是pressel的餅乾 這樣看應該比較清楚 它是pressel的餅乾 它吃起來的話 比較多層次 比較多不同的口味 有鹹味 有甜味 之外呢 它的口感也會比較多 就不會只是脆 它是 外面是軟的 因為它是巧克力 然後呢 裡面是脆的 然後呢 我之前 好像都沒有看過這個耶 還是我都錯過了 我最近去買菜的時候 才發現有這個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Oreo耶 我最愛的餅乾 然後我就買回家 然後吃到這個之後 然後我就直接愛上 它現在已經變成我在Trey Joe's 最愛的餅乾之一了 然後 除了剛剛那一包之外呢 我還買了超多包回家 如果你沒有很喜歡吃 那麼甜的餅乾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你應該會喜歡 可以試試看 在Trey Joe's可以買一包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 一年只賣一次的 烏貝系列 那這個餅乾呢 是烏貝Pressel 那它跟 剛剛的那個Cookie and Cream的 那個餅乾是類似 但是它們的形狀不太一樣 這就是 美國傳統的Pressel餅乾會長樣 然後呢 它上面就有加上 欸 這這麼美了 誰給我吃完了 把這包沒了 但沒關係 我還有其他包 但這我我買了超多包回家 就是以免有這種情況發生 想吃但是沒得吃的時候 那現在把它打開 然後呢 你們看它裡面就是這樣 滿滿的 補貝小餅乾 超可愛 然後呢 它這個設計也是這樣 小小的 它是這個愛心行動 你這個包裝一打開 它這個 浴香的這個香氣 就直接衝出來了 如果你是烏貝愛好者的話 你這個一定會喜歡 你看 它裡面 你看它裡面就會長這樣 它外面那一層呢 是 這個烏貝的糖霜 然後呢 裡面是 就是那個Pressel的品感 然後呢 它的這個糖霜的比例 跟Cookie&Cream比 它這個糖霜的比例 是比較少的 所以呢 你會比較可以吃到 這個Pressel原本的鹹味 我覺得它這個烏貝糖霜 跟它的這個 Pressel的融合比例 我覺得做得滿好的 Cherry Joes他們家的烏貝系列 除了有這個Pressel之外呢 它還有賣 烏貝麻糬的這個Pancake 這個我也超喜歡 我們平常禮拜六都會自己 在家裡面做早餐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 那這個我自己也滿喜歡的 它跟一般松明的口感 就吃起來不一樣 會有一點QQ的口感 然後而且它這個口味又超特別 這個烏貝口味的 然後一年只賣一次 那烏貝呢 它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這個烏貝Tea Cookies 只是我現在已經吃完了 剩下這個盒子 就沒有辦法跟大家介紹 反正呢 這幾個都是我真心推薦 我覺得滿好吃的零食 如果你有什麼推薦的糖果或餅乾的話呢 趕快留言給我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跟訂閱喔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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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